哈喽,我小玉涵,悠悠悠回来了 小半叔我又漏东西了 我仔细想了一想 一定是我在雨林神苗没有拍下干净 我左转转右转转 中间像祭台一样的东西 居然还需要钻石祭司 算你狠 64个钻石先堵为快 好家伙,祭司出了十剑 还有一把弄剑 祭司了祭司了,看我跳舞好看吗 我看你是卡住了吧 故意说跳舞 还有你也是 没发现,赶紧偷奴剑 休想,两个钻石换弓剑 我感觉是血亏啊 不行,我还得再试试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四张空白卷轴 骗走了我两颗钻石 你要是再不给我好东西 我可要把你给拆了 小半可说了 你可是会掉落各种钻石窥甲的 连续使用了N字 远古宝石 蛇神的碎片 再来最后一次 我要把你们踩在脚底下 嘿 这回掉落的好东西 增石头盔 但怎么感觉 还是亏的哟 好啦,我们继续来探索雨林遗迹 中间有岩浆水池 这里看来是关押冒然喘进此地的牢笼 中间的石头可贵重了 再找一下遗迹还有啥 找到了 豹子睡袋衣 这看来是有人之处于此 不仅有工具矿石 还有篝火 四周随处可见的宝箱 星光粉 斧头和豹皮 这还有一个书架呢 看来已经毁坏得七七八八了 哇塞 这啥 钻石 但 但这给钻石就钻石 这四周咋都埋得下药桶呢 可把人坑坏了 这回我在中央先发现了好东西 钻石的头盔 衣服 还有雨林碎片 只好简陋的陷阱 也就坑坑小表妹这种大笨蛋 雨林神庙里还出现了官博 脊脏的一定是土豪 满有黄金万两 这一季四周围好不少的金矿石呢 这一趟下来收获不菲 哈喽小伙伴们 以上就是雨林神庙展示的全部物品 当然啦 小伙伴也可以从神庙的顶端入手 这样子不仅能够避开蛇神 还能够趁机把里头的宝贝偷得金光 虽然这陷阱也不少 但是你小伙伴的智商 对付这些还不是绰绰有余 视频到最后啊 武器是知道了 和这攻击强度却没有介绍 那就拿迷你大陆最热的巨人来当靶子 呃 武侠就成火把子了 讲究讲究很快就好了 火元素的法杖附加了灼烧 足足击打了七下有余 试一下这雨神的雷霆法杖 伴随着雷电 轰 轰 轰 武侠就把这肉肉的巨人给消灭了 再试一试这脆毒法杖 火焰是扛住了 毒你总扛不住了吧 一共下来还扛了武侠 最后是这治疗法杖 这武器除了治疗自身 攻击力惨不忍睹 连木棒都不如 攻击了足足20余下 才把这巨大的魔兽给消灭了 姐姐 所以这是强还是弱呀 这个嘛 经过我能量剑的挥砍 也要七下才能够击杀 所以嘛 这雷霆法杖超过了60点的攻击力 其余的40点有余 唯一遗憾的 我想就是这武器无法附魔吧 好 好 妙